美国国会议员赵美馨 9日上午在南加州柔斯密市老人中心举办了第15届火机发放活动 这是她自从当选加州众议员以来一直保持到国会众议员的年度爱心活动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赵美馨取消了往年的发送仪式和演讲 而是在老人中心外的停车场直接发送火机给前来领取的非营利团体的过往车辆 赵美馨在上午发送火机的空档向记者介绍说 今年已经是她感恩节发送火机活动的第15个年头 从她担任加州众议员起一直保持到国会众议员的这么多年 这一爱心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给低收入贫困家庭送去节日的温暖 让那些感恩节买不起火机的穷人也能和正常人家庭一样 在很冷的冬天能吃上一顿热腾腾的火机大餐 感受社会各界伸出的爱心元首和送上的节日温暖 赵美馨表示 往年的火机发放活动都是在柔斯密市家委社区中心举行 发放火机前会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 它会在仪式上讲话致辞 一来感谢圣盖博水区和供水公司十几年如一日的火机奉献 二来感谢几十家非盈利团体对这次活动的长期支持与配合 使得这些节日礼物能够在感恩节前顺利地发放到需要火机的低收入贫困家庭 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他们临时决定把发放地点改在了柔斯密老人中心 因为这儿的停车场比较大 便与领取火机的人驾车通过减少疫情传染的风险 赵美馨戴着口罩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配合供水公司的工人 把一箱箱火机搬上过往的车辆 这些领取火机的车辆来自洛杉矶各地的非盈利团体 其中包括盛盖博亚裔青少年中心 该中心外联部主任陈凤怡表示 每年的感恩节都是他代表青少中心前来领取火机 这些火机他们将发放给青少中心所了解到的低收入贫困家庭 其中包括华裔新移民 不少华人父母刚来到美国 为了美国梦辛苦打拼 没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 就把孩子委托青少中心来照顾 等到他们下班后再去青少中心把孩子接回家 陈凤怡表示 从平时的交流中 他们得知哪些孩子的父母因为工作忙不开 生活比较贫困 哪些家庭需要社会的援助和政府的补助 青少中心会根据掌握的情况 把领取的火机发送到这些家庭 让他们在品尝到节日火机大餐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美国社会 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